就是说我们前面的部分大概规划初阶 今天大概就最后面了 那也就是大概主要是规划是第四类第五类 不过我在想说如果可以的话 我是建议如果你没有什么太多的目标 干脆你就把这个考证照当成目标也是一个方向 我想因为至少你可以把这个python练功练个很熟 至少将来你有一个第三方公证单位给你的证书 不管这个证书是不是相当有效力的 不过至少你是有证书有人帮你背书 也大概就这样就像大学文凭一样 就是A4纸张厚一点 然后上面有人帮你签名盖章 院长校长签名盖章 但是不是有效呢 当然也不一定 就像是硕士论文 硕士是不是也一定会是有效的 是不是你很认真完成的 所以最近大家都在讨论 就是说那个到底论文是不是有可能有一些问题发生 那这个话题当然 不过也不用太怀疑 这些有些当然一定会有的 难免有一些人其实是不是那么努力 可是他却得到那个文凭 当然会造成就是有人会质疑说 你们那个硕士博士 很多都是抄来的 那你那一竿子打翻一船 那也不对 你会看到其实很多人是很努力的 兢兢业业的 写论文写的真的快要想要去跳楼了 真的 想到真的是 然后从此以后 写完论文之后再也不想要再写论文 想要写论文这件事情就觉得哇 但是自从你通过学位考试之后的话 人生简直让我又重新活过来 真的 那时候真的因为连续一整年 每天大概只睡一两个小时 而且我睡觉怎么样 我还不敢脱衣就是很轻松的睡 我压力大到真的连躺着 我都不敢躺下来睡觉 OK 连续一整年 我那时候觉得说我还能活下来 真的实在也是一个奇迹的 OK 不过后来我发现就是这么一回事 也就是说 从那个之后 所以有些时候遇到再大的困难 人家说这事情这么困难 你又怎么一点感觉好像都没有 好像也都不紧张 我说如果你博士论文可以通过的话 其实以后的事情都没有比那个 还要更觉得有什么压力的 OK 我觉得没有啊 这就是小菜一碟 简单 真的简单到不行 OK 所以我只是讲我自己 我不是讲别人 每个人的历程不同 OK 那也就是一个过程 那我觉得说 当然你们可以接受一些挑战 因为如果可以过了关的话 那表示以后 应该就没有可以考到你了 所以你可以接受考验 去考当证照吧 OK 如果你可以拿到这个证照之后 你要说嘴 人家就不会有反驳你的余地了 我这的话 你说啊 那个简单啦 那个拍摄我学完了 我跟吴老师学的 OK 没有问题 然后呢 又拿个结译证书 对不对 那感觉好像总是少了一点什么 所以尽量可以给自己一些挑战 千万不要让自己过得太舒服 一定要找难题给自己 否则的话 你的生活会没有重心 一定要给自己一些挑战 所以 把它当目标吧 赶快准备一下 90题而已 不多 但是90题要把它练手 练手的意思是说 你到考场的时候 他只给你提本 你要把答案做出来 OK 如果你有这能耐的话 那表示应该会差太多了 至于呢 有很多人说 在考这证照什么要效用 所以这样啦 我这个人比较不会特别去想说 我要先得到什么 才会去做什么 我是先去做 我再去想说我有什么 但我觉得后面的果实 我看到其实很多是很甜美 但不是说你自己拿到证照 就好像什么都会有了 没有 OK 至少啦 给自己开一扇窗 我当问听到同学的回忆是说 我做到了 他的信心整个就提高起来了 那后续呢 他也比较有勇气 去做后面的事情 对吧 比如说你要自己跨到另外的领域去 那你面试的时候呢 你如果没有 你就觉得心虚嘛 但如果你有 你觉得啊 没问题 这个东西我应该有一定的信心 交给我没有问题 那当然呢 你在面试哦 其实面试者也很重视 你的自信心啦 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 说真的 他也会对你存疑啦 OK 所以这一点也许可以了解 我们前面的话就是 总共有1到7次 所以上个礼拜的话就是 讲到410部分 会是等要三角形 那这个题目前面有做过啦 所以我回去请各位 再把这个部分呢 稍微再 再再再再把它熟悉一下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一 上次的14段影片都在这里 OK 那回去有些细节哦 不然可以再把它 呃 再再看过 那今天的话呢 请各位先看一下这个 第502题的部分 乘积 那什么叫乘积 就是相乘嘛 比如A乘B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其实这一题哦 真的非常的简单 什么意思 其实他要我们做的哦 应该大家都会 这个impot一个什么呢 A 然后再impot一个B 然后成 所有的成绩就是把A乘B 把它怎么样呢 把它执行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哦 这边执行 那你会发现 假设他这边给我们的 这个需求是什么呢 看一下 这个需求是 他要输入56 还有11 就是56乘上11就对 56Enter 放在A里面 11Enter 放在B里面 然后呢 把616呢 给print出来 哦 哇 那你想说第五类 哇 那么简单吗 哦 当然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考这样子的话呢 那这个就不用考了 直接送 直接送证照给你就好了 那其实也不会很困难 其实这里的话 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其实最难的地方 就是这一句话 请撰写一个程式 有没有 然后呢 将使用者输入两个 就AB 作为参数 传递给一个名为什么呢 Compute 有没有 然后呢 要传两个值 一个叫X 一个叫Y 也就是说 把A跟B 传过去变X跟Y 然后呢 透过X跟Y呢 去做相乘 然后再把它return回来 然后透过这个Function 把结果print了出去 也就是考你会不会写什么 写一个Function 有印象吗 我们之前前面有写过Function吗 OK 只是说这里啊 我觉得最难就是写Function 但很困难嘛 其实也不会 标准化动作 所以以后的话 有固定的SOB 一 请你怎么样 先在上方 一定要写在哪里呢 一定要写在 这一个程式的第一行 所以前面 那 第二个的话呢 输入一个叫DF 开头 空一格 那名称的话呢 就是按照它的要求 叫Compute 有没有 那刮胡的话 就 它的要求是XY 那你就用XY 冒号一下 Enter 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帮你建一个Function 不过目前是有空的Function 什么事都不会做 OK 然后呢 你希望做完之后呢 把结果return 回去 所以特别注意哦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什么 先把这个计算的结果 先放在Ns里面 Ns等于什么呢 X乘上Y 然后呢 再来的话怎么样呢 把这个S跟Y 之前是把它print了Ns 可是这里的话呢 实际上 它就是 它要return回去 也就是我传过去 那它在把结果告诉我 用什么方式呢 用return 用印象吧 OK return怎么了 return ANS 好 所以特别注意哦 上面三行 其实就是做什么 做一个Function OK 应该有印象吧 以后特别注意哦 你要写Function 要很快 可以把它写出来 那再来的话呢 它是希望就是说 你底下的这个地方 你要用什么 用那个呼叫 Function 得到结果 也是print出来 结果一样是616 但是多一道手续 就是把资料 传给那个什么 传给那个compute函数 做完再告诉我 我再print OK 所以这边的话怎么做呢 一样 你就把这个compute这个名称 刮虎 X跟Y 这个把它复制一下 我如果要使用的话呢 我就是在这边使用 但是呢 这个X跟Y 请你把它改成什么呢 A跟B 意思就是说呢 当我输入资料 比如说 56 11 这两个值 有没有 它会透过传递参数的方式 传给X跟Y 透过X 所以X现在是变成56了 然后呢 Y变成11 再把两个相乘的结果 616 放在NS里面 透过Return的方式 把资料呢 把这个616 先放在compute 这个function里面 所以compute里面放616嘛 那所以616的话呢 将来我通过Printer 就会得到616的结果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啦 那其实不管说是Python 其实任何语言 运作的方式都差不多 一定会有传递参数 会有传Return结果 回来的这种相关的应用 VBA一样 Java一样 C++一样 反正只要是程式员 都会有类似的运作方式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呢 这个程式写完了 它如果考第五类 其实要你写这样 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function 如果你写刚刚那三行 抱歉 没有分数 要写成这样 那我们来试一下 执行一下 56 16 11 是不是616呢 16Enter 放在A里面 11放在B里面 然后把这两个词丢给它 算完Return 616 再把它Print出去 OK 所以呢 得到的结果 也是616 OK 画面 还给各位试一下 请各位把502这一题 先试着试着做做做看 那也就第五类 其实比较麻烦的地方 就是你程式写完之后 要把它改写成function 也就是它第五类就是 要考你会不会写function 大概就这样而已 OK 那你当这里你会觉得说 老师写三行就好了 干嘛写到六行 写两倍的 以后呢 这个function主要就是说 你假如那一段程式 那个功能 以后会不断出现 不断会被使用到的话 那如果你每个地方 又就写重复的程式 重复的程式 不断出现 那当然会很 怎么讲 程式当然看起来就会 这个太多重复的地方 所以大部分如果 有重复程式的话 通常会把它写成function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呢 以后我们假如说 很多人共同写一个 专案的时候 那如果说我们可以 共同开发的话 那就是可能有些人 专门就写方权就好了 我只要告诉你说 我今天我要 我传什么东西给你 你把什么结果告诉我 OK 那当然呢 就可以做分工合作 OK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写什么 写一个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的这个 什么 检查好了 检查到底这个身份证号 是否正确 那身份证号的 你不能随便给那个 那个 开头一定是英文 后面九位数一定是数字是没错 但是呢 你也不能随便乱 乱去输入数字 OK 那它一定有规则 当然如果说你不想要去自己写这个规则的话 其实你可以 然后你就跟你同事说 你帮我写一个身份证验证的程式的一个方式 那以后的话呢 我就传递给你 user 使用者端丢给我的身份证号 那你帮我检查一下到底这个身份证字号是不是有效的 你回传给我告诉我 true或for就好了 一个booling值就可以 这样的话你就轻松了 你就不用管说到底那个身份证字号到底要怎么验证 对不对 你就 他 你就怎么样 把那个function引进来 然后你就丢 一个参数给他 一个身份证号 它会return给你true跟false 那不就轻松了吗 就像说那个什么呢 车牌辨识嘛 你丢一个什么 丢一个照相的那个车牌 它会帮你截图好了 假设截图截到 然后你辨识出那个车牌号码 这样不是轻松了 所以实际上 写主程式的人他只需要什么 丢一张图给他 他return给我一个车牌号码就可以了 OK 而且现在的 现在的那个车牌辨识你会发现 他好像你查到你的车号 应该理论上会是在第一张 可是他好像还会带其他张给你 为什么 因为他担心说 会不会有一些辨识是错误的 所以顺便帮你带过来 让你再挑选一下 顺便的话 有时候有些厂商也蛮贼的 他顺便请你帮他做那个所谓的机器学习 就是有些其实在machine learning的时候 那有时候正确不正确还是需要有人去做前次的辨识动作 如果把他练 把他那个这个辨识的结果用人工练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其实就非常成熟了 以目前来看 以目前来看像现在那个什么电动车 目前当然很多特斯拉的案例是不太好 便是就是没有很车 可是各位可以想这个东西在不久的将来 他会越来越成熟 成熟到什么地步呢 甚至比你的眼睛看到的还要更正确 为什么因为人会因为有近视 会有远视 老花 什么 还有晚上还有看不清楚的问题 对不对 还有不专心的问题 那会造成什么 车祸 为什么 因为你只要 像有些地方 尤其像开公车 开货车的 其实一整天开下游的 开十几个小时 那他是人 他总会有疲劳的时候 可是如果说将来这成熟的话 可以让刚开始也许当辅助 未来甚至可以接手 他可以24小时的营运也说不定OK 因为他是机器 这样的话我觉得以后的车祸 应该可以大大降低 刚开始其实可以辅助一下 那他这背后其实就是让他什么 让他训练 让他可以更成熟 比如说刚开始也许他 他没办法百分之一百辨识 不过慢慢训练 把他训练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甚至比人辨识的还要更精确 那其实是一种福音 以后如果 我想我们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 你可以把你的手离开方向盘 然后你就坐在你的驾驶座上面 然后你只要设定目的地 他就帮你带到那个地方 并且把车停好 天哪那这样实在是 也是一种很舒服的体验 OK 不过这个当然还是需要做很多事情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502 这一题先试试看 并且做一下504 其实504跟502还蛮像的 就是什么呢 刚刚是A乘B嘛 那现在504的话 其实就是什么呢 次方计算 就是A的B次方 A的B次方的话呢 我们讲过了 就是什么 A乘乘B就可以了 A的几次方 A乘乘B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要把这个什么呢 把次方算出来 比如说他这边题目是要我们算什么 14的三次方 那14的三次方的话 可以算了 不过结果当然也不是说 只是要你怎么样 做这么简单 也就是要把它再写成方选 所以你只要懂得把它改写成方选的那个标准流程的话 那以后第五类都很简单 因为第五类给的题目其实还蛮容易的 只是说他就是要考你会不会写方选 可以试一下